速算与巧算 孩子们,咱们秋季班的第一讲呢,说的是关于计算的问题 那么在咱们的暑期班里吧,其实已经学过了部分计算的这个巧算的方法了,对不对? 简单的说起来呢,就是凑整的方法,还有什么呀? 哎呀,代符号班加或者说是报符号班加,还有什么呢? 还有天去括号的方法,对不对? 那么那些在咱们暑期班学到的这一些方法,咱们先通过一道例题重新的回顾一遍 如果你没有学过的话呢,现在也跟我一块来学习一下好吗? 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一道题,下面的题目你还记得应该怎么做吗? 来,看题了,首先我们说拿到一个加法或者是减法的这样的计算的问题 不要先着急于计算,对吧? 我们计算的时候通常都是从左到右一锁开始计算的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计算,你先干嘛呢? 先观察一下这里边有没有可以凑整的数 所谓能够凑整的数,也就是两个数相加或者两个数相减呢 它可以凑出一个整十或者整百的数,对吧? 那这样的数先计算,再来计算剩下的部分,题目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就比如说咱们的第一题 这是咱们加减法凑整的一个基本步骤 来咱们跟着题目一块来复习,好吧 第一题,首先我看到这样一个算是全都是加法的计算 那么来观察一下,这里是十八,各位上十八 那么观察尾数啊,这是八我现在可以凑整的数是什么啊? 是不是就是二了,因为二加八等于十,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把十八和三十二先加在一块 那么三十二抱着符号搬家搬到了十八的屁股后面,对不对? 现在呢就可以按照顺序来计算了 十八加三十二等于的是五十,再加二十七,答案是七十七 这道题就搞定了 一样的做法,那么除了咱们的加法的凑整方法 你看,在这道题目里边,你会很容易的发现 有两个数的各位都是同一个数字9 那么这样的两个数在相减的时候呢 它也能够凑成一个整十或者整百的数,对吧? 所以此时呢,咱们在计算的时候 也把这样的两个数呢,可以先提前计算 来,我们先把三十九抱符号搬家 符号是谁啊?是不是前面的这一个啊? 对不对?搬到了七十九的屁股后面 那就变成了,七十九减三十九再加上二十八 七十九减三十九,这个很容易算 等于的是四十,四十加上二十八 等于的是六十八,这道题就说完了吧 对不对?前面这两道题呢 都是加法凑整和减法凑整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 现在一块来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问呢,在这一个时候呀 同样还是加减法的计算 那么咱们第一步呢,还是找它有没有凑整的数 对吧?先看 一百二十七,个位是七 那么要和七能够凑整的 要么就是利用加法凑整找三 要么就是利用减法凑整找七 对不对?看一下屁股后面有谁啊 是不是有三 所以这个可以利用加法凑整 先并在一块,对吧? 但是呢,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小括号,我们知道在有小括号的算式里面 应该先计算的就是小括号里边的内容,对吧?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呢,要先把这个小括号给它去掉 拆掉,那怎么拆呢? 我们说这个括号前面呢,是加法的时候 那这个括号就可以直接给它去掉了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此时呢,我们就可以先计算了 一百二十七加七十三,这是两百,再减五十吧 好了,到这一步的话 有些小朋友觉得还是很难计算 那怎么办呢? 不要着急 我们说,像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购物付钱法 我把它叫做最强大的一个凑整方法 对不对? 怎么样的用它呢? 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想一想 减五十八的话不好减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一个整十的数 那么我们不妨把五十八变成一个整十的数 怎么变呢? 你说我一下把它变成五十或者变成六十,可以吗? 可以,但是你也一定要记住 要在后面是不是 通过加一个数或者减一个数 把它再凑出五十八来 对吧 比如这道题呢 我就可以把五十八变成 要减五十八块钱 对吧 要减五十八块钱 你就可以先减六十块钱 现在这个数换成怎么样啊 收多了 所以再补两块钱回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的计算是不是就很简单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咱们呢可以利用购物负钱法 把一个数拆成一个整十的数 和另外一个一位数相加或者相减的形式 对不对? 那此时的计算就变成了 一百四十 两百减六十一百四十再加二等于一百四十二 这道题就搞定了吧 好了 注意了 这道题里面呢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括号前面如果是加号的时候呢 要去掉括号 直接把括号给拆掉 就可以了 那么下一个问呢 就变成了括号前是减号的情况了 括号前如果是减号的话 你看 一百五十六减去五十六加上四十九的和 对吧 那其实呢 也就是说一百五十六要先减一个五十六 是不是再减一个四十九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啊 在这道题目里面 我们很容易找得到的是这两个可以凑凑 但是由于括号在这里限制的话 所以咱们要把括号给去掉 那么当括号前面是减号的时候 再去括号的时候呢 宝贝们 你一定要注意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把括号给去掉的话 括号里边的这一个符号一定要变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啊 这个是一百五十六减去这两个数的和 那么拆开来就应该变成的是一百五十六 先减这个数 是不是再减这个数呀 对不对? 哎 可不能说是这个地方还得变一个加号 这就减的少了吧 是吧 好了那这个时候计算就非常简单了 变成了一百减去四十九 那么电脑前的宝贝们 你们不妨来做一下一百减四十九 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啊 把四十九减四十九想成减五十就可以了吧 但是减五十比减四十九多减了一个一 所以咱们给它补上这一个一就OK了 那么所以最后的答案呢 很容易得出来就是五十一了 好了这道题又做完了 那么接下来的第五题呢 在做这一道题的时候 宝贝们你们看到没 这个都是连续的减法 是吧 那这样的连续的减法 咱们应该怎么样搞定呢 这一节都连续的减法 那就跟妈妈让你丢垃圾似的 先丢一个一再丢一个二 再丢一个三再丢一个四 是不是? 你说你要来回跑四趟吗 可千万别 怎么跑呀 把它们全部装在一个垃圾袋里边 我要丢掉一 要丢掉二 还要丢掉三 还要丢掉四 其实也就是丢掉 一加二加三加上四的和 这个能理解吧 好了那这样一算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时候计算特别简单了 因为一加到四就等于十 所以答案就是九十减去十 答案是八十 这道题就做完了吧 所以呢连减是可以变成连加的 宝贝们千万别忘了 好 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一题呢 接下来这一题你会发现 它和一个整十的数是特别的接近 是吧 那特别接近的话怎么办 就把它猜成整十的数和一个一位数的和或者是差形式就OK了呗 比如说十九可以变成二十减一 二十九可以变成三十减一 三十九可以变成四十减一 此时呢咱们再把整十的部分放在一块来加 把减一的部分放到最后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九十减去三个一三 对不对 就减去三 那么答案就是八十七 答案就非常的好做了 很简单 是不是 好宝贝们 那么这一题又搞定了 最后一道题呢 最后一题的话 其实是原来咱们学过的找基准数的方法 其实找基准数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购目不检法的一个2.0的版本 对吧 什么叫2.0的版本 升级版嘛 你看 在这个里边 我要想把每一个数这个计算好算的话 是不是把它拆成一个整十的数 和另外一个一位数差或者是和的形式 对吧 那你会发现在这里边呢 最接近他们这些数的整十数 全都是一个 五十 那所以每一个数 我都可以把它找成 五十和另外一个数的和或者差的形式 对不对 那这个数呢 这个五十这个数就叫做基准数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边把它变成了五十 之后 四十九变五十不能直接变 五十减一 对不对 全部变了之后呢 咱们再用变加为乘的方法 因为这里边有五个五十 所以五乘上五十 对不对 这个就是巧算了 这个乘法的这个巧算 对吧 加法变乘法 那么再把这个后面的部分给它补充一下 那在这个时候呢 宝贝们你们一定要注意了 加解是可以抵消的 咱们原来也说到过 是吧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变成了 两百五十再加上一个一 对不对 哎 我说五乘上五十呀 这个时候不会算怎么办 没关系 咱们呢 先用五乘五就可以了 五五二十五 再补一个零 两百五十 加一两百五十一 这道题就做完了 好了 宝贝们 说了这么长的时间呢 其实咱们都是在怎么样啊 把以前学到的内容给系统的巩固一下 对吧 那么简单的来说 在咱们做加减法的时候 巧算方法主要有这样的几条 一会儿来总结一下 首先 尾数凑整 这个是最常见的凑整方法 什么叫做尾数凑整呢 就是你来观察这个式子里边 有没有相加能成为一个整十的数 或者是相减能成为一个整十的数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判断它的尾数就可以了 两个数的尾数相加为十的话 那么这两个数就可以凑出一个整十的数 那如果两个数的尾数相减为零的话 这样的两个数也可以凑成一个什么呀 整十的数了 对不对 这一部分呢 是尾数凑整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购物付钱法呢 是最强大的凑整方法 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数 你都可以把它拆成两部分 两个好算的部分 一部分整十的数和另外一个一位数的计算 对不对 那么在它的基础上面 有一个2.0的版本 我把它叫做找基准数的方法 对不对 那么宝贝们 你要注意了 在计算的过程中呢常常需要天去括号 因为有时候是加法凑整 有时候是减法凑整 对不对 但是不管是怎么凑整的话 有些时候呢 题目里边会为难一下你 会在符号上为难一下你 那么天去括号呢 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符号 怎么说的呀 括号前面如果是减号的时候 拆掉括号 括号里的符号 是不是要变 对不对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是咱们变换符号的一个法宝了 好了 那么刚才的题目呢 咱们也就说完了吧 对不对 好了宝贝们 刚才的题目呢 信息量特别特别大 那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每一道题都巩固清了 那么刚才的所有的知识点呢 就是咱们在这一个 咱们这一个年级啊 年级这个加写法巧算里面 几乎是所有最基础的知识点了 那么今天咱们要学习到的内容呢 是另外两类的技巧 一个叫做分组 而还有一个呢 就叫做我们的位置原理了 那现在呢 不管怎么样 宝贝们 你们先把刚才的题目弄明白了以后 自己来做一下 例二的这一个问题 好吗 来先自己动笔做一下 然后再打开视频 我们再一块来 听一下例二的题 应该怎么做 好了 那么这道题就先 说到这里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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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